哪个大学毕业的 本科耶鲁 硕士哈佛 博士UCLA 会几种语言啊 广东 三西 四川花 河南 江苏 台湾强 以及English Odoki Konnichiwa Sumida 有啥才艺美 有啊 河北邦子音乐剧 相声小品 芭蕾舞 我还会胸口碎大石咧 要不给你们碎一个 行了 行了 别这么没用的 我们的要求是貌美如花 工作一起装 再苦再累也不许哭 你觉得你行吗 我觉得行啊 您觉得呢 给你个机会吧 半辈子试用器 先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当老板的机会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成为宇宙超级无敌 好老板的 年轻人 别把目标掉那么大 先定个小目标 一步一步来 好吗 好的 小猪 行了 工作去吧 把我们的员工盒饭拿进来 我这就去 我会努力的 小沙 张总那个项目你谈的咋样了 人家说你不加钱 就没得谈 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你跟我商量个鬼啊 麻烦你下次先团几个亿 再派我去谈项目 好吗 让我只拼口才和美色去拉客户 亏你想得出来 你不知道我台词很少吗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小猪啊 你觉得这两个方案哪个好一点 嗨 我拜托了 老板咧 不要什么事情都为员工好吧 员工能有几个脑袋呀 老子方案给你了 你自己挑一下不行吗 那个 小猪 能不能再改一下 会不会有更好的创意 再发散一下你想妹子的思维 想要啥 你直接说 少来什么再好一点 再想想 要散发 你自己散发去 开玩笑 开玩笑 做得太好了 就这个方案通过了 小孙啊 做我的员工这么久了 你觉得幸福吗 我靠 你能问出这句话 就说明你不是个合格的老板 为啥呀 啥叫幸福 敢说说啥叫幸福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工作中讲话要有专业性 空话 废话 不要说 这是废话啊 我来问你 没口那家麻辣烫好不好吃 你说和米其林三星的黑松木蛋糕相比有点差距 有意思吗 你应该说 我去 老子吃了一口差点把胃吐出来 我不就明白了 你应该问的是 你作为老板给我的工资够不够花 我不就一秒判断我幸福还是不幸福了吗 让那些废话干啥 哦 我明白了 小孙 我给你的工资够不够花呀 刚才教你的啥呀 废话不要说 我这就去给你涨工资 还是呢 咱们接着论八百万西京老板的装逼史 第七万三千八百六十九条 明明啥也不懂 还非要巴巴巴跟你唠 唠起来那是根本停不下来 猴哥说的对 有些老板 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 以为自己学了个企业管理论 就能管理企业了 更何况 有些老板 连学都没上过 中国字还认不全呢 招聘还只要喊归 不好意思 你老自己还是个从编呢 猪哥说的对 有多少老板 一开会就手无阻导上车下跳 整个项目都能把自己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都不好意思拆穿它 你那么用力 不过是想让我注意到你 是吗老板 说的好 年终奖再加一倍 半辈子是勇气过去了 大家还满意吗 我能不能转正啊 是不是不满意啊 各位员工 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们尽管说 我改 我们要求的是 老板 求您一辈子做我们的老板吧 就这样 像对待初恋一样对待我们 一辈子都不变 好吗 老板 我们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直到天荒地老 不能 有些事想想就行了 白日梦做多了不好 都跟我统统干活去吧 那更多搞笑视频 微博微信搜索虚度8 每周更新